第二章 灵魂出窍的原理 灵魂出窍是人在睡梦和禅修过程中 灵魂的一小部分从身体出来到其他空间的过程 这部分出窍的灵魂去向与灵魂当下的能量状态级别有关 因此 当我们夜里常做噩梦 出体时链接的景象 很有可能是较低频的空间 通常情况下 我们在睡梦中出体 可能链接三次元地球或旁边的空间 当我们练习禅修或者修行一段时间后 能量状态比较好 我们可能会链接四次元或更高次元 例如天人的世界去参观 如何了解自己的能量状态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 观察当下新的状态是否有爱 喜乐 最近一段时间是否喜乐多于悲伤 愤怒 焦虑 生气 这些负面状态 是否处于喜乐的时间多于负面状态的时间 灵魂出窍的一个原理是 灵魂的能量级别 可以去与其他能量级别相当 或者比起能量级别稍微高一点的能量级别 以及低于其能量级别的空间或世界遨游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看到一些更美丽更美好的景象时 我们需要去学会将自己的能量级别提高一些 平时的生活中爱和喜乐多一些 这样可以看到的景象会更加愉悦美好 如果找到一种修行法门 能将能量级别迅速提高 那么我们将可以随着能量级别的提升 去参观高次元的生活 去了解宇宙的真相 去净土 以及位于净土西部的西方极乐世界 甚至还可以去外星人的世界 龙 凤 麒麟 雪狮子 四大灵兽的世界等 睡梦中灵魂出窍的体验 称为阴魂出体 静坐禅修时灵魂出窍的体验 称为阳魂出体 区别在于 睡梦中意识是处于不自主的状态 静坐禅修时 有主动意识存在 是为一阴一阳 提高能量级别的方法有哪些 念佛的心咒 拜装葬过的佛像 提醒诸佛的加持能量 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咒语会将对应的那尊佛的能量带入身体 跪拜装葬开光的佛像时 其内部也写有咒语 佛的能量将自动进入身体 日积月累 我们的能量会逐步提高 同时负面能量会逐步清理 目前观音心咒的加持力最大 当我们念观音心咒到一百万 拜装葬开光过的观音佛像五万遍 我们灵魂的能量会发生变化 而且我们能感受到变化 以观音心咒一百万遍 和大礼拜五万遍为单位 往上增加 每进入一个级别 你会感受到内心更轻松 负担更少 能量再提升 禅修时杂念会减少 更容易进入禅修状态 这时如果我们内心发愿 请诸佛带我们去高次元看一看 并且不放弃尝试 可能在某一天禅定状态下 我们的灵魂出窍了 亲自看到高次元的世界 和他们的生活 灵魂出窍的另一个原理是 禅修中 意识引导能量 例如 我们在禅修时 请诸佛加持 带领我们去高次元参观 佛的能量 引导灵魂碎片出窍 游历 灵魂碎片自带意识 同时与灵魂的本体意识链接 因此出窍的灵魂碎片 所感受到的 看到的 同时被灵魂的本体感受到 看到 为加深灵魂出窍的体验 在出窍的时候 看到的景物 事物 提醒自己要用手去触碰 感受物体的质地 柔软程度 用鼻子去闻 用五官去参与 以便获得更真实的体验 随着灵魂出窍次数的增加 以及更深入的学习 你会越来越多的了解 外面的世界 增加信心 提升兴趣 记得每一次都将 灵魂出窍的体验 记录下来哦 它可能是一部 很好的电影的素材 或者小说构思 加油 我们下一张见 感谢观看